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 有许多台商进军中国 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工厂 近年来 由于北京政策向左转 经商环境越来越不稳定 包含台湾企业在内 有许多外国资本选择退出中国 纷纷将供应链转移到印度 越南等国家 台湾的鸿海集团旗下富士康就是其中一例 富士康是苹果公司的重要代工企业 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标志性企业之一 最高峰时期 富士康在中国有超过30个园区 里面有大约120万名员工 2010年 富士康在河南郑州市落地 在那里建立全球最大苹果组装工厂 可以说 河南的外贸繁荣 富士康是功不可没 有数据显示 富士康一度贡献了郑州的80%以上出口额 富士康的郑州工厂大约有30万名员工 如果搜上那些依赖富士康运转的上下游企业 比如餐饮和住宿业 整体设计人数可能超过100万 相关数据显示 去年富士康对河南影响 没有任何一个企业可以与之相比 去年 富士康进出口值达到4000多亿元 在郑州这么多进出口企业当中 富士康凭借一己之力占比高达74% 从河南全省来看 富士康占比也达到了1% 还记得之前 富士康说要走的时候 键盘侠门是怎么说的吗 他们说赶紧走 没有富士康地球照样转 的确 地球是继续转了 但是郑州的富士康产业链可就贪了 不仅20几万的富士康员工都要面临失业 他们背后呢 也有无数个家庭 还有厂区周边的餐饮 娱乐 服务 住宿等等产业 都不同程度的受到牵连 至少牵连几十万 三百万年的吃饭问题 当然并不是说河南或者郑州没有富士康就会倒 只是我们是不是应该反省一下 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有些人说 原则性的东西是不能让步的 但是我不明白 富士康难道真的影响到了国家安全的程度了吗 那我们能不能给出一个共存共赢的方案出来留住他们呢 毕竟只有稳定就业才能保持社会的稳定 还有什么比老百姓吃饭的问题更重要的呢 郭台铭曾在贵州投资富士康 巅峰时期 员工高达几万人 在2018年实现总产值1000个亿 给贵州带来最大经济利益 可如今厂居一片萧条 大门紧闭 实在是让人唏嘘不已 为何富士康要坚持搬离中国呢 去年8月 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宣布参选台湾总统 两个月以后 他创办的富士康在中国遭税务调查 显示北京政府不满郭台铭参选 北京当局打压台商由来已久 例如2021年台湾远东集团被查税 主要是因为2020年有人说他资助了非常多的绿营参选人 2016年台湾海霸王被查税 因为传他跟蔡英文家族有很密切往来等等 北京对台商打压会产生寒蝉效应 让外商感到在中国大陆做生意 随时都有被抄家灭组的可能 中国市场再大 但可能都会让外商面临牢运之灾 另外 中国当局还修订了国安法 反间谍法等 扩大了间谍活动的定义 外商担心当局任意执法 所以很多外企加速撤离中国 越南媒体去年夏天报道了富士康计划再投资3亿美元 并且雇用3万名员工 今年2月 富士康和越南签署一份租用45公斤土地的合同 租用期直到2057年 富士康去年5月宣布斥资3700万美元 购买印度科技中心搬加罗尔郊区的大片土地 富士康在印度运营的约9个生产基地 并且拥有30多家工厂 预计到2025年 富士康约30%的生产将在中国大陆境外完成 富士康走了 也带走了32万个就业岗位 现在 郑州港新区商业步行街 没有了往日的辉煌 之前 因为富士康的进驻热闹非凡 一度被称为小香港 如今的景象却是天壤之别 近期 中国网上流传一则帖文 一名中国男子下跪向富士康道歉 他说 以前他认为富士康是黑工厂 最近去了大陆本地的鞋场 才意识到富士康的好处 这名男子说 在鞋场工作期间 他不能私自上厕所 而富士康每隔两个小时 就有10分钟的休息时间 还有额外的抽烟区 他在鞋场工作 需要从火炉里拿出鞋套 因此 每天要自掏腰包 花3块钱买手套 而富士康不用自掏腰包 工厂每天都给工人发一双手套 他还比较了一下工资 他说 鞋场一个月工资是4500块钱 每天工作从早晨6点50分到晚上11点 每天工作17个小时 富士康每天工作10小时 一个月也挣4500块 另外 在富士康生病 还不用花医疗费 工厂会给报销 而鞋场连社会保险都不给员工买 富士康是不是血汗工厂呢 多因博主小报 为了体验富士康的工作和生活 他在郑州富士康流水线上工作了一天 下班就可以8个小时准时下班 所以员工的这些基本权利 拒绝加班的权利 在富士康是可以得到保障的